星期日帶了媽媽來教會 牧師為媽媽祈禱 媽媽一向睡覺都很難睡 很容易失眠 通常在睡前經常跟我說 很多胡思亂想 有時想到很傷心 或者想到很擔心 祈禱之後 那一晚回到去 睡得很軟 並沒有紮醒 因為平時很容易醒 他又容易發暗夢 那一晚經歷了聖靈之後 他就輕鬆 一覺就睡了八、九個小時 他醒了 他問我說 我睡了 牧師祈禱是否很有效 我就跟他說 可能耶穌幫你睡覺 希望祂多點來教會 他說膝頭痛呢 膝頭痛那裡都有祈禱想試一下醫治的 膝頭那裡做的手術 其實都有點不太靈活 其實膝了後 就不是說好到沒有東西 但他就覺得輕了 就是沒有那麼沉重的腳 就是那個法力都熟悉了 感謝主 所以這個就可以幫助祂 去更加看到耶穌的真實 帶領祂信主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 目